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宋浩是同级不同班的高中同学 我们班同学聚会 我大包大揽牵头 安排大家在我父母开的餐馆吃晚餐 宋浩那天刚好去高中续学老师家探望 老师邀请他一起参加我们班的聚会 就把他带了过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却成就了我们的一段姻缘 我和宋浩兰家人各方面都旗鼓相当 恋爱一年多 我们就失失利利的结了婚 结婚后公婆还在上班 我父母的餐饮店忙得不一乐乎 我们俩的工作也刚走上正轨 全横了一番 我们约定再晚几年要孩子 两边的父母也没有异议 我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 事情只要过得去就好 并不是那种深耕细旧的脾气 自从跟宋浩在一起后 我和婆婆相处得也不错 并没有过多的婆媳矛盾 婆婆这辈子最大的能耐 就是嫁了公公这个老好人 话不多 家务无事全做 还毫无怨言 老宋 今晚做点水煮肉片 我想吃 婆婆只管开口 根本不管好几样配菜家里没有 好的 公公说完 就骑上电动车出门 奔向菜市场 完全没有一句推辞 无条件服从 我悄悄和宋浩说 你妈也是 明天吃不可以吗 干嘛折腾你爸 宋浩细以为常 撇了我一眼 我妈说 明天吃 就没有了那份想吃的心情 呵呵 婆婆就是这种 王母娘娘式的女主人 我当时还暗自庆幸 我们不住在一起 她折腾不了我们 却没想到 这样被骄养着的婆婆会高龄怀孕 得知婆婆怀孕的时候 我和宋浩都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婆婆很直接地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来得虽然意外 但是他们决定要生下来 隔着电波 我都能感觉得到她兴奋心情 我看着宋浩 像是吞了苍蝇一样的表情 想象着她抱着一个小型号的小叔子 或者是小姑子 我突然觉得那场景是真好笑 我这个嫁进门两年的儿媳妇 还没要孩子 倒让45岁的婆婆抢先了 我心里真的是无味杂陈 我把婆婆怀孕的事 跟我妈说了一句 我妈惊得把喝进嘴里的水 喷了我一声 还把自己呛得至咳嗽 见我一脸无所谓 她倒是忧心忡忡 一巴掌打在我的手臂上 你长点心吧 你婆婆都这么大年纪了 她也好意思怀个孕 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她有精力带孩子吗 她带不了 就是你和宋浩的事 我妈是真急了 我有什么办法 这是公婆的决定 人家要生就让人家生呗 我不以为然的说 你和宋浩还没生 你婆婆 道言先生 你还笑得出来 你等着 你们的麻烦事肯定少不了 我妈一直喋喋不休的 埋怨我公婆不靠谱 当时我对我妈的话 确实也听进去了一些 只是并没有放在心里 哪知她的话 最后一语成戳 晚上回去 我也悄悄的跟宋浩说 婆婆年纪大了 高龄产妇危险吸收个大 让她提醒一下公婆 趁着孩子小 可以早做打算 宋浩无可奈何地跟我说 她劝过了 婆婆非要生下来 还对她发了脾气 说 宋浩就是怕 小弟弟生出来 跟她抢财产 为了避嫌 宋浩说 她不会再劝 要生就生 随他们便 周末 我和宋浩被指使 买了一堆孕妇的东西送过去 婆婆挑挑拣拣 Terry说 房舍服的裙子买错了 嘀咕半天 最后递给我 让我带回去 等怀孕了自己穿 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男的婆婆还记得 我这个儿媳妇还没怀孕 中间 我闻见虎味 公公急忙跑进厨房看锅 婆婆也撒腿去 无人间孕吐 我和宋浩面面相去 看着满屋的兵荒马乱 婆婆早孕反应非常大 吐得厉害 想到啥就要吃上 公公毕竟快五十岁的人了 累得精疲力竭 最后连我们也不得安生 夜里两点 公公打电话过来问 边乡里有杨梅冰棒吗 婆婆想吃 第二天 宋浩赶紧买了二十支送过去 婆婆竟然鄙夷的说 买这么多领冰冰的东西送过去 是怕她不会拉肚子吗 宋浩纷纷然着回了家 好容易熬过了头三个月 婆婆没那么难受了 她摸着自己凸起来的韵度照镜子 又猛然发现 自己精心保养的脸 出来几块淡淡的斑 公公一个电话打过去 让宋浩和我去买燕窝送过去 说婆婆听人说了 孕妇吃这个灰蛋斑 这东西我没吃过 也不知道怎么买 宋浩让我去 跟我的好朋友打听打听 电话打过去 好有效的前仰后合 这算啥事有 儿媳妇自己都没怀孕 竟然要照顾孕妇 婆婆 我和宋浩一脸黑线 燕窝送过去 婆婆看了看 撞死无疑的说 两千就买到这么点 听她这么说 难道是怀疑我偷吃吗 她的话让我很不舒服 我垮下脸 想要解释 宋浩拉了拉我的衣摆 回家的路上 宋浩搂着我 说她妈怀孕后脾气大 让我看在她是孕妇的面上 别计较 我哼了一声 你妈的脾气什么时候不大 怀孕后期 婆婆脚肿的跟馒头似的 血压又高 医生说 认高症的孕妇很危险 离遗产期还有半个多月 婆婆就住进了医院 有惊无险的泡妇产下一个女孩 随着小姑子的到来 一家人的重心 都扑在了婆婆和小姑子身上 我也和宋浩搬着过去 给公公帮把手 小姑子生出来 体重轻 体质不好 婆婆又没有母乳 一个晚上要充好几次奶粉 公公毕竟不年轻了 休息不好 几天时间憔悴了很多 宋浩不忍心就提出来 晚上她睡客厅 负责泡奶粉喂小姑子 我听见她在外面 稀稀缩缩的声音 又不忍心她一个人 夜半三更的 独自照顾小姑子 只能起来帮忙 几天后婆婆说 宋浩长时间睡沙发也不成 要不就把小床搬进我们的房间 宋浩可以睡床 我也不用半夜出出进进 两全其美 我本想拒绝的 最后却在宋浩祈求的目光里 小姑子和小床搬进了我们的房间 看着房间里多处的孩子 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妈的话 你婆婆的孩子 不单是婆婆的 也是你和宋浩的 不幸走着瞧 这不 才走不远 就瞧见了 事实果然如此 婆婆高龄顺利产子的事迹 让单位的同事们得到了鼓励 来 看她 顺便的取经的同事 络绎不绝 晚上我悄悄地和宋浩都呢 照着取经的架势 也许隔不久 婆婆这样的大龄孕妇 就要多出几个呢 宋浩掐着我的腰 问我是不是嫉妒了 我们笑成一团 可惜所有的柔情蜜意 都被睡在旁边的小姑子扯得稀碎 哪怕她还是一个小婴儿 但是小姑子的身份 让我和宋浩无法继续下去 她无奈地躺了回去 我也背过了身 宋浩第一次意识到 小姑子的到来 对她的生活有了真实的影响 她在我的肩上捏了捏 轻轻说了声 对不起 小姑子满三个月 我们搬回了家 几个月睡在一起 却得不到的委屈 让我们激烈地相互补偿 激情时刻 我们也忘记了做保护措施 大爷妈迟来的三天 我偷偷地买了试纸测试 什么也没有 我朋友说 我是给婆婆带孩子压抑那个啥 现在又放肆过头了 张弛无度 影响激素水平 我想想也有道理 只是心里挺遗憾的 直到再一次荒碍过后 我肚子疼 还流血 去医院才被确诊是早孕 并且有先兆流产的症况 我爸妈不放心 就得让我在医院保胎几天 后那几天 我幸福地想要飞起来 我有孩子了 我自己的孩子 在小姑子的那几个月 我抱着她 看着她红彤彤的小嘴 含着奶嘴一动一动 心里呢 也会跟着柔软几分 擦着她 流到嘴角的奶液 知道她听不懂我的话 仍然一次次告解 慢点喝 没人跟你抢 公婆知道 我住院保胎 也带着包好鸡汤过来 两个人都笑容满面 但是我这个出资大业的人 孩子从婆婆的笑里 读出了不真诚 我想也简单 我有成我爱我入骨的父母 将来我的孩子 我爸妈也会帮着带 公婆自己带小姑子 跟他们也牵扯不了多少 他们喜不喜欢都无所谓 但我还是低估了 一个母亲的自私 在医院住了五天 医生说我没事了 回家小心点就可以 我安心地回了娘家 我妈说 要过了三个月的危险期 才让我回去自己住 我心里有些难堪 夫妻欢好 差点害自己流产 这件丑事 怕是要被诟病一辈子了 后来几天 我发现 宋浩无精打采的 仿佛有些事 问他也不说 我以为他也为那件事内疚 我还劝为他安心 见他还是闷闷不乐 我让他过去看看小姑子 他闷声答应了 说晚上过去 那天晚上 去看小姑子的宋浩 早早就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个 让我震惊的消息 我从化妆敬礼 看宋浩坐在床边 一副预言又指着模样 最终没忍住 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捏落了嘴唇说 老婆 孩子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毕竟你保胎 又打过药水 就怕孩子有什么问题 听完他的话 我呆愣在当场 不久之前 他还拉着医生的手臂 焦急地拜托 医生 请您一定要保着孩子 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同样是颤抖的声音 那个宋浩里的声音 满是焦急 现在他的声音里 满是无奈 为什么 我要听真话 我再心大 却也不是傻子 我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变故 不然几天时间 他不会变得这么快 我妈说 孩子还是要忧生忧郁 怀孕早期就用药 就怕孩子以后 落下什么毛病呀 宋浩搭了个脑袋说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 你妈不是医生 她凭什么说 我的孩子会有问题 其实有问题 我留下她 出任何问题 我都认着 我斩钉截铁地 对宋浩说 都说护载是母亲的天性 从知道自己怀孕 母性就不自由自主的 占了上风 我真想不明白 婆婆也是母亲 她凭什么对我的孩子 说三道四 还劝我去打胎 我好几天不理宋浩 她献殷勤 我也是冷冷接受 爸妈看我这样 问我怎么了 不想爸妈 对宋浩有什么成见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 他们还责怪我 小题大做 一晃眼吧 我怀孕两个月了 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 我提出 要消假回去上包 周末 我和宋浩 一起回了婆婆家 我刚说了我的计划 就从婆婆嘴里 听到她对我肚子里孩子的安排 小姑子已经四个大月了 睁着乌里乌的大眼睛 笑着满嘴流口水 我一面给她擦口水 一面逗着她 她一一压压压的 笑着更起劲了 婆婆小咪咪的坐在我旁边 看我和小姑子互动 婆婆像是不经意的说 我的产假也快满了 上班以后 马嫂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也不知道能不能带得过来 说完这几句 她的身子贴近了我一些 小声说 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我也不放心 我的脑海里金光乍现 婆婆不会是想 让我来给她带孩子吧 果然 婆婆就是这个意思 她甚至直言不会的说 你上班就三四千块钱 就不用去了 你们搬回来住 帮着带团团 你肚子里的孩子 孕早期就吃药打针 不要也罢 你和宋浩呢还年轻 再隔几年团团大些 你们再要孩子 也没什么 现在无非就是 两个孩子的时间 搓盖一些呀 我盯着她上下开合的嘴 说着理所当然的话 听在我的耳朵里 却残酷无比 为了你的孩子 就要牺牲掉我的孩子 那也是你的孙子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暴怒地吼了起来 宋浩和公公 从厨房跑了出来 公公在围裙上擦了把手 过来护住婆婆 狠立地说 你干什么 谁让你这么对长辈 大喊小叫的 我看着不远处的宋浩 她只是低着头 都不问我发生什么事 我心量一片 看来她早知道婆婆的意图 甚至知道今天 婆婆会跟我摊牌 你的孩子只是你的吗 我们宋家都同意 要这个孩子 宋浩也坚持不同意 你非得坚持 我们可以让宋浩和你离婚 孩子你自己去生 我们不要 婆婆所一个不要 又一个不要 让我的泪啊 如绝梯的水呢 一样样的滚下去啊 我狠狠地甩开宋浩 搭在我肩膀上的手 擦了把眼泪 郑重扔下我的态度 我的孩子轮不到你来管 宋浩 周一我们明正局见 宋浩跟着我一起回了我们家 这样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怎么和我妈说 怪不得当初 她一口一个傻大姐叫我 我不就是傻吗 婆婆那么大的年纪 赶生二胎 不就是算得好 我这个傻大姐 会帮她带孩子 只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快就怀孕 宋浩过来搂我 我推开了她 大妈他们一家狼心狗肺 她什么也不说 只是强硬地搂着我 后来几个月 我一直没去过婆婆家 直到一天晚上 婆婆打电话过来 说小姑子在医院抢救 我们都吓住了 一起去了医院 原来下午的时候 马嫂一时没看住 小姑子头朝下 从沙发上摔了下来 摔了后一直吐 马嫂不敢说 只说是受了凉 怕是寄了时 到晚上小姑子昏迷了 才送到医院 拍了CT片子 发现脑袋里有凝血块 要手术取出来 手术让小姑子受了大罪 她小小的脑袋 穿了纱布 小脸更小了 怕她伤口疼 哭闹 医生给她打了震灵地 此时她安静地睡着 婆婆哭了一个晚上 整张脸都是肿的 我过去劝她 趁小姑子睡着 自己去休息一会儿 哪知我大了肚子 陪她们交集了一个晚上 婆婆被他们领情 还给了我诸多的埋怨 就是你自私 当初把这个孩子打了 回来带团团 怎么会有这么一出 我女儿怎么会受这么大的罪 你的孩子是孩子 我的孩子就不是吗 你说这些不自私吗 宋浩怎么会有你这样自私的母亲 小姑子也不是我们叫你 我的话没说完 一个巴掌印印在了我的脸上 我吃惊地看着宋浩 都忘了自己开始火辣辣腾起来的脸 我妈已经够伤心了 你还火上浇油 你不是自私是什么 当初你打了孩子 后面什么事也没有 你看看团团 那么小就要受这样的罪 不怪你怪谁 宋浩赤红的眼睛 一番话说得理直气壮 我没有和这家失去理智的人争辩 拖着沉重的身子 和彻底失望的心离开了医院 后来几天 宋浩一直给我道歉 解释说他当时也是气急了 他妹妹可怜兮兮地睡在病床上 我怕他妈被我顶撞后 再气住个好歹 他承认打我是他的错 让我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原谅他 我只是冷眼地看着他 内心里已经无法原谅 除了那一巴掌 更多的是他父母为了自己 对我孩子的厌弃 宋浩为了自己亲妹妹 对自己孩子的舍弃 一周后 我坚持和宋浩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四个多月后 我的儿子出生了 抱着软弄弄的儿子 我善然泪相 专业五个月过去了 儿子开始会和人互动了 可爱得紧 成了我爸妈手心里的宝 看着睡梦里的孩子 我的心还会一阵阵抽痛 活泼也是爱孩子的女人 不然也不会那么大的年纪 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但是他欠不该万不该 为了保自己的孩子 算计我的孩子 几次三番让我打胎 去带小姑子 几个月了 宋浩想来看孩子 都被我关在了门外 一个连自己运气和孩子 都保护不了的男人 怎么当得起丈夫和父亲 这个称呼 只是听同学跟我说 我们离婚后 宋浩常喝得鸣顶大醉 哭得嘟囔 宝贝我错了 我错了 我本来已经硬如铁的心 又有软下来的趋势 我该原谅他吗 原谅了 我们还能 步伐一致往前走吗 还能走得远吗 三连为了让我心乱如麻 算了 你先交个时间吧 让时间帮我选择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